我记得在7月1日是一个很重要的假期 就是香港回归了祖国的坏婆 有没有觉得放假那天你自己好像很中国人 不是很像中国人,我们也是中国人 想不到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舰 都用来香港给市民参观,真是厉害 辽宁舰一进来的时候有多少人看 有没有觉得自己很像中国人 其实我们不是很像中国人,我们也是中国人 但是这种感觉比我中国人最浓烈的就是中国功夫 无论是李小龙还是叶敏 都是让我看到中国的功夫的精神很厉害 特别我看完那些片段之后觉得自己好像很好打 而且觉得自己是中国人,我很骄傲 我看完叶敏的1、2和3之后 我就很醉心去研究荣春 但是我没有练过荣春,只是上YouTube看多一点 荣春原来和不同的人都有一些实战 对面对战YouTube的 有赢有输 但我发现原来除了要了解荣春的功夫套路之外 要发挥得好其实是有一些很重要的因素的 就算你很熟悉所有功夫的套路 而在实战里面发挥得好有些因素 很记得一幕是叶问3 因素丹对泰臣的那场比武有没有记得吗 记得吗 泰臣拿个钟就说 一分钟我打你不打你当你赢的 哇,泰臣挺厉害的 然后跟他打 你记得打完之后是泰臣赢还是叶敏赢的 记得吗 记得吗 通常都不记得的 为什么呢 他那时候打完之后好像是平手 但原来打完之后 其实叶敏整面都肿了 就是身又已经伤了 泰臣其实没什么伤的 仅仅好像在一分钟里面是打他不低而已 那段片子也给我有一个深刻的印象 原来就算懂得很多中国的功夫也好 要发挥得好有些重要的因素是很重要的 例如他的身形 他的肌肉 他的速度 他的灵活度 所以好像李小龙那样 他懂得很多功夫也好 他都很健碩的 他速度也很快的 如果没有那些基本因素 其实是发挥不到在实战上那些套路的威力 其实我们做基督徒 懂得很多属灵的套路 你又懂得读经 你又懂得灵修 挺厉害的 又懂得传福音 读三福、栽培、三宝、GLT 即是讲很多 还有神学院的课程 BI的课程 读很多 但有时我们要学习做一个门徒 读很多这些套路 但总是有一种障碍 让我们的生命更生不了 没有了主耶稣那种生命的香气 甚至乎我有时觉得自己有一个时候 停滞不前 甚至乎还有倒退 读很多 讲很多圣经 但是原来生命还有一些倒退 究竟为什么呢 今天我们看一段故事 在《路加福音》里面 我们看到一些人的表现 特别是从法利赛人和文士里面 他们的一些反应 看到他们的表现究竟有什么障碍 让他们都不能够成为主的门徒 让我们今天也学习 怎样成长得好一些 可以突破这些障碍 我们先低头一重祈祷吧 亲爱天父 感谢你 你赐下恩典 让我们得着救恩 但求主你也赐下一个谦卑的心 让我们在这个时候去灵受你的话语 让我们当中看一段故事 可能我们是相当熟悉 但却是求主你赐下我们有一个宿灵的智慧 在里面是学到主耶稣 你想我们怎样去突破这些成长的障碍 求主你去帮助我们 以上的祈祷交上 奉用主耶稣基督圣名以求 我们先读一读这段经文的背景 所以我们就在那张纸里面 找到一个叫做辅助经文 大家找到了吗 找到我们 我们一起读一次 就是他那二十节至二十节 好 预备起 耶稣见他们的信心 就对坦子说 你的罪射了 平时我发理赛人就以伦说 这说前往的话是谁 除了神以外谁能射罪呢 耶稣知道他们所以伦的 就说你们心里以伦的是什么呢 或说你的罪射了 或说你起来行走 哪一样容易呢 但要叫你们知道 人子在这地上有赦罪的权柄 就对坦子说 我吩咐你起来 拿你的玉子回家去吧 那人当众人面前 那啪起来 拿着他所讨我的玉子回家去 归荣耀与神 我们先了解这个背景 这个背景的特别之处 就是之前发生过的事 就是耶稣见到一个坦子 以及一些人对耶稣的信心 所以耶稣就说了一句 坦子 你的罪射了 但是文士和法利塞人听到 就觉得和他们所知的事不同 因为他觉得只有神才可以射罪 他们不认识主耶稣就是神的儿子 他都有射罪的权柄 讲到文士其实是什么人呢 文士是一班 是由旧约圣经里面一路流传来 他不断地抄写旧约圣经 甚至都会教导旧约圣经 一班很有知识 和很有属灵权威的犹太人 法利塞人就是他自己也严守旧约的律法 或者旧约衍生出来更加严谨的律法 他自己去遵守 也都教人遵守 所以文士和法利塞人 其实他是最有这个圣经 特别旧约圣经的知识 如果真的要做耶稣的门徒 文士和法利塞人是最有资格 他们熟很多一些圣经的套路 究竟是怎样 但是他们想不明白 为什么主耶稣他会说 坦子你的罪射了 因为这个知识是他们所学的东西之外 是他们未接触过的 所以耶稣为了证明他真的有资罪的权柄 他就行了一个神迹 也都回应坦子他们的信心 就是说起来行走 拿你的育子回去 所以在那时候其实文士和法利塞人 他们知道耶稣是有行神迹的能力 他也深深感受到耶稣是有来自神的权柄 但是由于他不接受耶稣就是神 他就是神的儿子 所以对耶稣的教导是有一种抗拒在里面 好了,我们知道这个背景了 就读一读今次的经文了 今次经文我们先读第27到32节 我读一节,大家就读一节了 这时以后耶稣出去 看见一个瑞利名叫利未 坐在瑞关上就对他说 你跟从我来 利未在自己家里为耶稣大摆言直 有许多瑞利和别人与他们一同坐直 耶稣对他们说 没有病的人用不着医生 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好了,暂时读到这里 如果你知道这段经文的背景 你读到这段经文 你开始留意 其实这大段经文究竟是马太 即我们叫利未 其实利未即是马太 他是否是这段故事的主角 其实当我们认真看的时候 他不像是主角 主角反而就是耶稣和法尼赛人 因为他们的对话才是核心的所在 27节,原来在《医好的坦字》之后 其实民事和法尼赛人都对耶稣有少少抗拒 虽然看到他行神迹有这个能力 但是他有对他的教导是有些抗拒 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 税吏就是当时他们被罗马人统治 犹太人他们都觉得 帮罗马人收税的人是罪人 特别他们都透过收税这个过程去访一些高利太 又或者他有一些罪行是关于财务的 所以都会觉得这些做税吏 就是帮政府收税的人 其实就是罪人的 他坐在税关上收税 但是耶稣一同说 你来跟从我呢 利未就去跟从他了 相当之快的 相当之有信心 步半点怀疑 所以28节他就说 他就撇下所有的 起来 跟从了耶稣 所以其实他这里的形容是很有趣的 那头才说完坦子 你起来 今天行走荣耀神 这里就是说马太 即利未 他也是起来 跟从了主耶稣 说他们回应神的时候 是相当之快 还有相当之有决心 特别29节 利未不单止他去跟从神 还在自己的家里面 为耶稣大把言直 请了很多岁 来一同与耶稣坐直 很有机会就是马太 即利未他很感恩 所以要请耶稣去吃饭 也请了那些朋友 来一起认识耶稣 去分享这份喜悦 但是有法利、塞仁和文士 他们也很有空的 你知道吗 他又医好坦子的时候 一直跟到这里 看了他的呼召里面 看了他 跟他家里吃饭 你说对耶稣多有好奇心 真是很有好奇心的 跟了很久 因为他对耶稣 他真的很有心研究 因为他觉得他真的来自神 但他的教导 总是跟我不同 所以有很多的不满意 如何反映出不满意呢 30节就说 法利、塞仁和文士 向耶稣的门徒做什么 法怨言说 即是一个什么 法怨言 即是有些责备 有些不满意 为什么耶稣 他这个有能力行神职 有利至神的人 他要跟这群罪人吃饭 因为这件事 他们永远都不会做的 他们觉得自己不是罪人 是义人 因为他们严守律法 他们也很熟悉这个旧约的圣经 但他觉得跟这群罪人吃饭 其实真的不是一个神人的所谓 所以他就是向他门徒发怨言 他们真的叫做什么呢 有小小鬼属 因为他们发怨言 最应该是跟谁发 你够胆就跟耶稣发 他跟谁发 跟他门徒发 找个小一点的跟他发 一会儿找耶稣说 就怕说不过了 耶稣真的跟他说 耶稣31节跟他说什么 耶稣对他们说 没有病的人用不着医生 又病的人才用得着 如果你是文士和法尼赛人 你听见这句说话 你觉得怎么样 你觉得是 有没有讽刺你的意味 有点 第一 有机会讽刺他 讽刺他 其实 你应该是感恩的 因为耶稣去 医了这帮病人 救了这帮罪人 应该感恩 但你又好像没有 第二 也有一个隐含着的讽刺是什么呢 就是第32节他也说到 我本来不是照义人悔改 乃是照谁呢 罪人悔改 所以在32节那里也表达了什么呢 其实耶稣来找什么人呢 是找罪人 但为什么耶稣和法尼赛人 文士硬是建立不到关系 有一次没有找他呢 其实有一个意味是什么呢 其实他是在问 文士法尼赛人 你们觉不觉得自己是罪人呢 这个也是一个 隐含着可能的讽刺 所以法尼赛人和文士 读这么多书 其实是什么呢 就是一点都不笨的 但他就用一个方法去回应耶稣 那就是33至35了 我们一起读一读 他们说 若看的门徒屡次禁食祈祷 法尼赛人的门徒也是这样 唯独你的门徒游吃游喝 耶稣对他们说 新浪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 岂能要陪伴之人禁食呢 但日子将到新浪要离开他们 那日他们就要禁食了 这个很醒目了 你看到32和33节 法尼赛人和文士 是不是转了个话题 你有没有见过小朋友吵架 譬如我去学校 试过一次跟小朋友聊天 见到小朋友吵架 有一个女孩就骂个男孩 喂 你干嘛这么骯髒的 那时男孩有什么反应 跟女孩说 你又很好吗 你很肥的 你知不知道肥妹 当人家说我不对 我又觉得他说错 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说他不对 他真的老转得很快 这些文士法利赛人 也很有不认罪的训练 他们说若汉的门徒屡次禁食祈祷 法利赛人的门徒也是这样 为什么你的门徒又吃又喝呢 真是厉害 他对耶稣的了解 跟得挺足 足痛脚也是像施家偵探的一样 但是他就说 若汉的门徒经常都禁食祈祷 法利赛人也是 都是 但是为什么你的门徒经常又吃又喝呢 他有些抗拒耶稣对他们的指责 他就叫什么 反骂耶稣 就叫他解释了 但是耶稣又答得挺好的 我想法利赛人和门徒都不太明白 所以耶稣继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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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对他们说 新浪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 岂能叫陪伴之人禁食呢 就是说现在耶稣跟门徒一起的时候 这个关系这个场景其实是很重要 让他们有一个建立关系的机会 让他们跟耶稣更深的认识 所以耶稣就答了 他们不禁食不祈祷的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让他们建立一个更深厚的关系 但是本身耶稣会不会禁食祈祷呢 其实也是会有的 但是他们不是去到会做给人看的地步 但是在耶稣也都说了 第34节就说 新浪哥和陪伴之人 可能是伴朗那样的比喻 在一起的时候应该开心的 所以就不用禁食了 但是35节日子到了 主耶稣他要被卖了 他要钉十字架要死的时候 那天就要禁食了 因为那时候去纪念主耶稣 为我们摆上的一切 他那种为我们牺牲的摆上 在那里我们就要禁食 所以那时的禁食 也是为了跟耶稣建立这个关系 所以他就建议在那个时候禁食 所以禁食在于法利赛人和文士来说 是一个属灵 或者是一个感恩的姿态 就是我做了这件事 就是神觉得我好了 但是耶稣是深的一个层次 祂要你做的那样东西 是令你更加深厚 跟神建立关系的 就是我做的那样东西 不单是做的那个行为 我要做到 就是跟神建立一个很深厚的关系 这个就是他们两者最大的分别 那么第36、37节 其实因为我想文士法利赛人 听完耶稣一段说话 都想了很久不知道他说什么 耶稣就醒了 再补多一句 趁你想着的时候 再说几句 再说一个比喻 比喻更深一点 跟你说一下 那么36、37 我们一起读吧 耶稣又切一个比喻 对他们说 没有人把新衣服 撕下一块来补在旧衣服上 若是这样 就把神的撕破了 并且所撕下来的 那块新和旧的也不相清 也没有人把新酒袋在旧皮袋 若是这样 新酒必将皮袋裂开 酒便流出来 皮袋也就坏了 耶稣就说了 其实他说这个比喻 即这两个比喻的意思就是 为什么你们永远吸收不到 耶稣的教导呢 其实他们很有根底 很有属灵 圣经的根底 但是他为什么吸收不到呢 耶稣就说了 没有人会将新衣服 撕一块布 去补在旧衣服上 因为其实没理由 那么吃虽 将新衣服弄破 就补在旧衣服上 那么傻的 而且这样的补法也会令一件新的衣服 他又撕破了 并且那块新和旧的衣服都不相清 即是说其实旧衣服里面 你不舍弃旧衣服 你找件新衣服拔破了 它塞下去其实都不好看的 其实都很古怪的 所以其实要知道 这样的你不舍弃旧衣服 硬气将新衣服补上去 就不行 所以其实他在说一件事 就是说你如果不舍弃旧有自己那套 你是吸收不到耶稣他的教导的 他的意思是这样 所以第37节他又说 没有人不将新酒放在旧皮袋里 因为新的酒 即新酿成的酒 它的发酵就未完全完成 如果放在旧皮袋里面 当它继续发酵 它会排出一些气体 气体就会在旧皮袋里面 它就会爆裂了 旧皮袋很有趣的 因为它已经是旧了 它已经在代替很多酒的过程里面 它已经膨胀到差不多最大的限度了 如果再有新酒倒下去 再发酵、再膨胀的时候 它就会坏了 所以他就说新酒 就不会放在旧皮袋里面 不是,不会放在旧皮袋 因为放在旧皮袋就裂开了 皮袋也会坏了 所以他说 如果你仍是抱有你自己旧的一套 你是吸收不到耶稣他的教导的 他的意思是这样的 我们看完这段经文之后 我们大概可以找到三样东西 为什么法尼赛人 他们是不能突破那个障碍 接受神的道去成长呢 我觉得有三样东西 都是挺值得看的 第一样看 就是他们没有一个实质的感恩行动 但是有一些感恩的姿态 法尼赛人文士 他们其实有很多感恩的姿态 他们会教导圣经 遵行律法 禁食祈祷 如果你看回新约里面 很多的经文 特别是福音书 他都说到法尼赛人 他们喜欢将这些行为 放在人的眼前 甚至乎是想赢得赞赏 而不是想着用这件事去亲近神 但是耶稣说 不是的 你要做一些感恩的行动 目标是要亲近神 有时我经常想 有些什么去阻止我自己 去真心有些感恩的行动呢 原来我发现有一件事很重要 就是我自己没有一个熟灵的眼睛去感恩 怎么为之没有熟灵的眼睛呢 我记得我小时候 就是经常回家吃饭 就有妈妈帮我煮饭 煮了菜给我吃 说得好像很沉重的样子 但是呢 吃着吃着呢 最初是挺好吃的 我试过赞一次 这道路兆平安 就是鱼滑蒸豆腐 很好吃 殊不知你知不知道有什么结果 对了 醒目 殊不知我妈呢 一天两三餐 持续两星期 都是路兆平安 接着我说 妈妈真的不能再煮路兆平安了 你煮得更好吃 都好都什么 吃到厌了 你明白吗 那我后悔这句说话 你知道为什么吗 有一天我妈妈说去大陆旅行 去两个礼拜 你知道我又不懂得煮饭 我弟弟又不懂得煮饭 那两个礼拜怎么捱过呢 就是吃杯面 下街吃饭 吃麦当劳 吃杯面 下街吃饭 吃麦当劳 如是者吃了两个礼拜 妈妈的路兆平安 真是一个天给我的恩典 因为她回来再煮路兆平安之后 我不敢说什么 吃到厌 因为没有路兆平安吃的日子 是什么 是很凄凉的 很凄凉 弟兄姊妹 你究竟感不感受到 或者有没有留意 神给你的恩典呢 其实神给我们的恩典 无时无刻都会有 我记得早一个月左右 自己有点感冒 想着自己伺着 自己强壮 一时就醒不起 自己都几十岁人了 其实抵抗力就大不如前 想着感冒 吃点成药就会好 谁知道越吃药就越严重 后来还咳到死四下 咳到有时睡得好像不太好 说两句又咳得很厉害 咳到自己好像有严重的病 加上有个童工他关心我 他很厉害 他关心我那里 他说 Charles 最近很多人废路 你需要照顾废路 然后我心想 我由小小的感冒变了废路 然后我想 有什么要死了 这个路程实在太简单了 这么快就由这个感冒变了死了 接着那一刻我想 真的要感恩 可以呼吸 不用咳嗽 睡到觉 真的是天给我的恩典 但是那些恩典 我受惯了 我已经不觉得恩典 觉得神应该老讽要给我的 甚至乎我们去信耶稣 有那份救恩 耶稣为我钉死 在十字架上 第一次我听到这个真理 是很感动的 但我发现每经过一次的圣诞节 復活节以后 听得多是有点麻木的 所以就要更加努力去回想 神给我的救恩是怎样 恩典是怎样 尼未 他最大的特色 他真的不单只跟从耶稣 他用他自己所知 最感恩的行动 就是请耶稣吃饭 请一些人来一起去欢乐 这个就是他自己最大的感恩行动 他发现到耶稣的恩典 不简单 但是如果我是尼未 我未必有这样的行动 为什么 可能我介意耶稣怎么看 就是耶稣他是圣人 我请他吃饭 行不行 你明白吗 还有 整班民事发尼菜人 跟出今日 还有什么 我请他吃饭 会不会这班人 跟出今日 就是嫌三嫌四 所以有时我们感恩 或者赞美神 为什么没有那个行动 太介意 别人怎么看我们 有时我们在工作上 我们不敢跟一些未信的同事说 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去感恩 我记得我那时候刚刚做事 我都要借饭祈祷的 但是我怕着 我告诉别人 我是基督徒 我做得不好 怎么办 被人抽情就无谓了 所以我用极速的借饭祈祷 就是这样 完了 完了 就是趁别人喝茶 对每个人聊聊天 自己好像中一中 那就完了 但是反映什么 反映什么 其实反映自己 很介意人怎么看 但是耶稣没有介意 利美是罪人 还跟他吃饭 还跟他一班碎利朋友吃饭 但是法利赛人和民事 就很介意 他不是介意自己吃饭 他介意耶稣 为什么你跟他吃饭 所以其实 为什么没有紧张的行动 我们得过感恩的姿态 通常姿态是哪里最多呢 是教会最多 因为教会最安全 大家一起说一些熟灵术语 一起祈祷 其实是什么 很自在的 因为不用冒风险的 你试一下 回到家 跟妈妈说 我今天也很感恩了 其实很冒风险的 因为妈妈就会跟我说 究竟谁让你先 其实要经挑战 有些信心 才可以说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真的要想了 究竟我们是不是介意呢 但是耶稣没有介意我们是罪人 他将他的生命摆上去拯救我们 耶稣不介意我们 为什么我们介意人 怎么看我们 去作出一个感恩的行动呢 弟兄姐妹 若然你今天 真的觉得 自己没有了一个感恩的心 你要懇求耶稣开你的眼 但是耶稣开你的眼 可能有一些代价了 就是可能你经历一些苦难 可能神也会改变你的心境 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一定要找到 神每天给你的恩典 刚才过来在永明的教会办公室 过来的时候 我都害怕了 因为我搭上升级的时候 突然间坐一坐 因为我试过在崇拜的时候 差点运升级在永明那里 就是在我们办公室的升级那里 然后我心想 哇 真的要祈祷 否则我真的出不了这个升级后 你听起来好像很傻 但是事实来的 真的坐一坐 怕出不了来 出不了来就叫郑牧师 他们说到哪里了 但是顺利出升级后 哇 真的很感恩 希望一会祈祷我可以顺利上去拿一些东西 我怕恩典刚刚够用 那我就问一些 今天回家就问一些 所以大家祈祷帮我可以安全 今天可以走出街道回家 因为明天都说有点事奉 但是真的不要觉得老奉 那时候在困难里面 在病患里面 无论情绪病患 或者我们工作困难 家人一些张力的困难 我们看到的就好像 为什么我要受这个苦难 为什么神要这么对我 但我们没有想到 我们其实已经有很多的恩典 我们要感恩 我们不是只有样子 只有姿态 而是无时无刻 要察觉主的恩典 有感恩的行动 第二件事 我们都要突破一些障碍 我们要多些去回应神 而不是去质疑神 文士和法利赛人 他最大和耶稣的交往里面 是什么呢 就是对耶稣很多的质疑 因为耶稣那套 和他学开那套不同 他们学开那套 其实他们觉得自己 是很有荣耀的 他们觉得那套 就是亲近神的秘诀 甚至乎是他独家的专利 但因为耶稣说的东西 太暂身了 和他们不同了 所以他甚至 他真的只有质疑神 但是利美就不同 因为利美他领受到 原来我是罪人 神他敢救我 所以利美就用一个 很积极的态度 去回应神 其实怎么为止 去回应神 其实真的要他用心去想 但是回应神 其实往往就是 明知那件事是难 但是我也觉得有点抗拒 但是我也愿意放下 这个旧的皮袋 放下那件旧衣 放下一个旧我 放下一些自我的安全感 就去单单去接受神 他的教导 去跟从神 这个就是我们回应神 最好的方法 在我们回应神的里面 我发现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以前我经常觉得 有些人回应神的时候 真的很好 他又可以哭了 你有没有听过吗 听完的篇道 或者听完教导之后 他就哭了认罪了 我经常都哭不出 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和神的关系 是有些距离的 就是我经常都哭不出 但是我认识到某些人 甚至乎我自己也有些回想 自己也有时是这样的 就算我认罪之后 哭了也好 我见过有一个肢体 他说他不再赌了 他哭了 说我不会再赌了 我不会在这些罪里面 他哭得很厉害 大家很感恩 他可以认罪了 但是转头他走出门口 隔了无奈 又知道他什么 又赌了 然后他就循环不适 又哭了 又认罪了 又赌了 又哭了认罪了 又赌了 又赌了认罪 而且赌了 这些情景挺迟的 我们以为我们跟从神 哭了认罪 但是我们没有放下自己的旧皮袋 我们没有放下自己的旧衣服 做回自己 不过我们的演技 是和法利赛人和民事 是什么 逼迫他们 但是真正不质疑神 会应神的行动 不是在于我们 是不是流泪 而是我在于贿改 我们如果不是真正悔改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回应就是假的 其实心里面都是保留着质疑 尼未他是很真心悔改 他一生都跟从神 也都成为耶稣的门徒 去传福音 但是法利赛人民事 他没有放下他旧有的东西 他继续去 用他以为对的方法 去得神的喜悦 他接受不了耶稣 他们的救恩 所以我们人生里面 其实是真正如何才会回应神 不质疑神 就是我们心里面 是不是真的去跟从他 我记得我以前 在我信耶稣的时候 有很多奋卿会 在我读大尊的时候 去奋卿会 实际上有问一个问题 你愿不愿意你下半生 全时间服侍主 由于那个情况 庆合合大家都起床 通常不知不觉 我都会什么 很有感动 哭了就起床了 我都全时间服侍主 那时候我很单纯 但又很真心地有个吐告 就是说 哎神 你让我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 我又可以有稳定的收入 存不学费 我又可以准时下班 去服侍主 那我做了一份工作 两三年 我就全时间去服侍你了 谁知道神真的听到过 让我找了一份政府工 但是找到一份政府工之后 我漸漸发现 政府工真的挺好的 有长粮 当时还有长粮 你知道我多少岁了 有长粮 有医疗津贴 还有确保你不知道做满多少年 读那些搜索之后 就必定升职的 还有房屋福利 哇 真的充满了一切稳定的要素 那时候我就后悔 自己曾经答应过神 说厨师眼是俘 我就跟神说 你知道我赚到那么多钱 你也想教会多些奉献的 对不对 那我就定期奉献给你 就替代我去回应你 以前那些冲动的祈祷 你明白吗 太冲动 那时候说一生去服侍你 太冲动 结果你见我现在站在那里 就知道神要你回应 真的不会放过你 经历了很多的苦难 之后才发现 真是神不可以表面地去扮回应 要真正的回应 神要的是我们的真心 真正的行动 整个的生命 要我们撇下一切去恩从祂 不是只是说一套做一套 心里面依然质疑神 所以很感谢主 今天我都没被神呈戒到 要死的地步 已经悔改了 盼望大家 你真的要回应神 要悔改 不只是有一个姿态去质疑他 第三样东西 就是我们要与神同步 千万不要自以为意 不要以为自己是对的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会以为自己是对的 有一些方法让我们都很快会觉得自己是对的 第一件事我曾经听过 听过是什么呢 跟一个人谈 说香港政府真的很多事情做错了 你知道有一段时间我们都会常常说 说得很对的 接着就说 香港政府这么坏 我们不交税是不是对的 你觉得对吗 你挺清醒的 挺清醒的 但是当说得多的时候 又觉得好像挺对的 我在教会又试过听过 举个比喻 类似而已 我说个比喻 就是说 今天看到梁振伟传来 说到都不知说什么 教会请了这些人做什么 说真的不要奉献给教会 他这么坏的教会 请了梁振伟传来 胡说说什么 就是不要奉献给教会 一听那一刻 你觉得没道理 但是当一个这么说 两个这么说 说得多 你就觉得很有道理 自己犯罪都是对的一样 所以有时我们要很小心求神保守 我们说话 说人的时候 是要很小心的 就是求神保守我们 说人的时候 都要反省自己 不要觉得自己是对的 这样才容易 没有掉落魔鬼的陷阱 和和神能够容易一些去同步 法利赛人和民事 他们为什么接受不了耶稣的道呢 因为他真的觉得自己是对的 他还要找回耶稣和他门徒做错的东西 去反驳回耶稣 所以他不能够接受神的道 因为他觉得自己是没错的 他们觉得自己是对的 所以就算他认识多少东西都好 他认识多少教育 圣经也好 他守很多律法都好 就好像一个杯 他的盖盖盖了 你永远倒水下去 其实都不会装满的 水都只会在杯的外面 不断地流失 不断地流舍 所以有时我们鼓励弟兄姊妹 我们要在职场上 作一个公义的人 但是我们真的讲是非的时候 是非通常不是错的 都有些道理的 但是当你说得越多的时候 你就觉得自己是对的 很有趣的 很神奇的 所以有一些地方 其实我看新闻的时候 是有些可惜的 譬如看到有些人 他反对一些国家 他们的高峰会 这样有示威 但是示威 本来他们的目标 都是表达意见 可能都是好的 但是后期就变成暴动 变成纵火 变成去抢东西 那是不是我们对着政府也好 对着其他人也好 你不仁 我不仪 就是对呢 就是耶稣他们想我们行的道呢 耶稣他不是这么表现出 就是说你不仁 我不仪 而耶稣他真的 就是自己无论对方怎样去攻击他 他都用神的道去回应 他都进行神的道去过他的生活 和他的生命都依然散发着神的香气 就是因为他跟神的同步里面 他是很紧贴的 他不是以自己为对的 很多时候我们一生里面都没试过认错 但是我们今天就要学习 在主里面 不仅是认罪悔改 接受救恩的时候才认错 今天我们都学习认错 如果不能够发现自己的错 不能够认错 其实我们跟神的步伐就有距离 我发现我们上了主之后 很容易说的就是我们的罪是赦的 这是事实来的 所以我们有永生 可以成为神的儿女 但是我们忽视了 我们自己依然被罪影响 虽然我们是有救恩 但是我们都会犯罪 我们要小心每一步 每说的说话 听的说话 虽然那些都是真理 可能都对的 但是如果是在错的环境之下 甚至我们已经以为自己适合的环境之下 就很容易让我们跌入罪的网络里面 所以有一次我又觉得很可惜 就是有一位在伊斯兰国 他地方打仗的人 他说他自己杀了130个伊斯兰国的人 那时候我真的觉得可惜 因为他说为什么他会这样做呢 他说我要为我的兄弟去报仇 他打仗捍卫家园 有时候我们都会觉得他这样做 我们都明白 但是当这些东西成为一个仇恨 他不断地去循环的时候 其实他有没有想过 神是不是想他这样去报仇呢 究竟我们知不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呢 所以其实我们真的要跟神同报一个很重要一点 不要以为自己都对了 我们要跟神同报呢 反而每天想想自己有什么不对 那发现呢 我也是觉得这样想会好一些 我经常都会想 其实我自己有什么不对呢 想想每天都挺多的 都挺惊人的 所以我经常想 真的是一生要去学跟随神呢 真的是一生的功课 我记得我太太其实跟他相处 我都发现有很多要调教的地方 其实我太太真的教我如何去做人 因为我整天这个人是怎样呢 你看我好像很说话 其实我很喜欢一个人 自己和自己的世界里面去玩游戏 就是怎么说呢 原来我一个人自己沉寂在一个地方看电视 我就很开心了 好像刚才领事的姐妹叫我 去和旁边的握手 其实我有一些心里面有些不安的 所以刚好我有改一改篇 这些意义改篇 就不握手了 这样想到那个点 改完先 但是有一次有一个借口 就令自己没有和身边的弟兄姐妹聊天 想想我也是有罪人的 真的求主本书我了 一生都要和自己的罪性去搏斗 才可以和神同步到 救恩是一个开始 但不是我们人生的结束 所以弟兄姐妹 你知不知道自己容易随什么 你知道吗 你知不知道罪性在哪里 不要以为自己正好 一生去认罪悔改 那你就和神同步到了 所以有时我们想 如果我们经常觉得自己是OK的话 你就会很容易被魔鬼打低 就是KO了 所以总结里面 我有一句说话 我觉得是神给我的 在神面前 不要觉得自己OK 否则就很容易被魔鬼KO了 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们低头祷告 亲爱天父上帝 感谢你去拯救我们 将你的独生儿子去刺下 去拯救我们 让我们常常都可以思想回这个的九恩 让我们懂得有感恩的行动 不是值得感恩的姿态 让我们懂得去回应神 是真心的回应 不是表面的回应 不是质疑神 不是常常想保留回旧有的自我 而是我们愿意放下 去迎接主理的教导 去跟从你 让我们不要以为自己常常是对的 忘记了认罪悔改 要让我们真正在主面前 要与神同报 不要自以为意 求主你帮助我们 懂得谦卑 如果不是 我们就算学到多少圣经的知识 有多少教会的侍奉 我们最后如果变成文士和法理错人 就很可惜 让我们成为利美 放下自己 跟随你 全心全意 用我们的生命去回应你 感谢你 以上的祈祷交上 奉主耶稣基督圣名以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